今天的定期會中 縣議員蕭志全針對偏鄉學校的認定標準 向縣府教育處提出質疑 希望教育處能夠確實幫助偏鄉教育 讓孩子能夠安心就學 這水里博中 你要看 他的班級數是8班 是 沒辦法申請這個代收代班會 請你去哪裡 一百十一月 你看其他的班級數這麼多 他才這樣子 所以這些相對 他是相當弱勢的 以比較是比較弱勢的意思 代收代班都要五十六月一百十一月 他四百五個月 有突破到四分之一 五十六月 是 但是我們到處就給你了解 你有想辦法說 要去水里博中來檢出這個權益 縣議員使薪水也針對原鄉教育提出許多看法及意見 希望縣府教育處能夠簡直提出解決方案 讓原鄉教育能夠沒有承鄉差距 以前我們原住民的這個教育 在校長方面 就把我們這個原鄉的學校當做一個跳板 一兩年就走了 那我看到很多一些我們鄉親 或是我們隔壁的一些朋友 他們為了孩子他們就跑到外面工作 把孩子也帶出去 但是他們的孩子在外面成績中等 甚至於更優等 我們應該要研究一下 怎麼樣提升我們原住民的教育 喬資權與史清水議員 都針對偏鄉教育提出許多看法及意見 希望縣府教育處能夠重視並緊急改善 讓南投縣的孩子都能夠得到完善的教育 記者利用順 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